诶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主人 这里怎么有个火箭 干嘛呢 这个是我买来送给我自己的国庆节礼物 哇 是火箭 一看就是没经过世面的样子 长征11号 姐姐 这火箭真的可以去到另一个星球吗 当然啦 有的火箭还可以载人呢 那这个火箭可不可以给我的 但是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火箭哦 长征11号是我国长征系列新一代运载火箭中 唯一一型固体火箭 主要用于快速机动发射应急卫星 该火箭为四级火箭 全长20.8米 重58吨 起飞推力120吨 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350公斤 低轨运载能力可达700公斤 我也想拼这个火箭可不简单啊 不过小桃子今天怎么对火箭这么感兴趣 你该不会还想着你白姐姐的地心大点吧 没有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火箭 既然小桃子这么勤奋好学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火箭给拆了吧 看到这装的满满的五大猫积木 还有这两本超厚的说明书 我觉得不仅对小桃子很难 对我也很难 勇敢 逃逃 不怕 困难 那来吧 拼了这么久才拼了一个底座 要拼一个火箭的话 得拼到什么时候 我来帮忙 嘿 主人 加油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先来 别再来 好 给你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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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能拍 我跟小桃子已经整整拼了两个小时了 第一包还有这么多零件没有拼 看来是我高估了我自己 想要搭一个长长的火箭 真的不容易 不行 我得去多找几个帮手 老爸 默默带起了老花眼镜 开始研究 给我低头来点 不知道它会不会崩溃 继续搭我的发射台 果然人多力量大 这两天经过我爸 我弟 我小桃子不懈的努力 我们的火箭终于要完成了 一级形态 二级形态 火箭的最顶部就在我的手上 开始最后的组装 贴上我们美丽的五星红旗 太不容易了 我们的长征11号终于完成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积木版的长征11号 足足有接近一米那么高 而真正的长征11号呢 全长有20.8米 重达58吨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火箭要付出多少科学家 和科研工作人员的心血 在这里让我们为中国的航空视野 点赞 主人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长大后 坐着这里设计的火箭 去找白姐姐 轻盘 成功